疫情是否受控 全家說不可以只是看一兩天的數字 但可以參考北明源頭個案的比例 上個月首次單日破百 沒有源頭的個案一直佔確診數字的一半 近三天開始回落 最新佔確診大約三成 證明那些措施是局部有效 按住它打橫行 但就不是有效到將它按到跌下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第三波疫情 由一開始的食市群組轉移到工作感染 有兩個工作群組有30人或者異常染病 私人公司沒有第二波這麼聽話 如果是私人企業可以容許員工 盡可能是居家工作 這個也可以快些幫忙截斷社區傳播鏈 我相信很難要立例 真的要市民公司盡量配合 因為這場仗你不可以靠政府去打 如果大家都不配合 第三波有排都不配合 到時你想開關或者經濟復甦 難度更加高 專家說都明白市民有抗疫疲勞 但呼籲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尤其年輕人染病之後以為病徵輕微 但要知道感染了都要住院一段時間 亦都有機會傳言給家人 尤其年時記者國泳一報道